就是我就说可以聊一个话题 就是叫中国人的美国梦 碎了吗 就是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去美国的时候 我们就看着你们呢 你们都是国内的大明星 哇一个个就去美国 而且那个时候你记得吗 姜文那个他们拍的那个电视联系剧 北京人在纽约 那都是我的想象 我小时候想象 钱万里 天堂又是他们地狱 我是一直有这个想象 这神话 我跟你看个电影片段 就是有一个电影 其实讲的就是新东方的那个 那个于敏洪他们那个事 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 当时的这个英语课堂上 你就看到当时不同中国人呢 对美国的这种想象 你可以看一个 美国的种族歧视 永远不会消除 如果一个白人 看见三个黑人男子 同时进入电梯 他会在电梯门关闭的 前一瞬间逃出电梯 在白人看来 黑人永远是懒惰 无知野蛮的种族 那么美国的华人呢 总该是聪明勤快吧 但是他们说 华人破坏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 另外 老师 您去过美国吗 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美国吧 对啊 老师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们两个是哪个系的 所谓的American dream 就是在梦想面前 人人机会均等 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做到这边 年轻人 你毕竟 太年轻人 太年轻人 老师 我一定会去美国的 I find out for myself 一个电影片段 你看了这个有什么感觉 两边都不太对 我觉得 怎么叫两边 美国神话是对中国一定是有的 因为改革开放以后 全中国人忽然多了一个想象 就是美国 然后这个神话实际上 从二战前后就开始了 二战时候 他们曾经帮助中国 就打败日本人 接管过一部分这一段时间 所以从上一代人 续到我们这一代 是美国想象一直在的 只是改革开放 我们可以去了 然后短短三十年 忽然就中国人在美国 已经很多很多了 所以出现你说的 一代办和一代这个问题 但是回到前面那个说法 就是 这跟一代办和一代不太有关系 是关乎每一代人 正好赶上美国的国情 在哪一个阶段 如果赶上经济好 他就有好工作 好监督 赶上不好 没了 还是赶上在哪个州 哪个州 种种原因 说华人最主要的 就是纽约州和加州 就光是华人 所有移民都这样 我们总会关注 我们自己的群体 其实所有移民 都在同一个情况当中 什么呢 很简单 前年我弟弟生了个儿子 然后我到这个医院 去等着生出来 那就跟旁边的聊天 一个意大利老移民 他孩子 他自己就是一代班 他是年轻时候到美国的 他的孩子就是第二代 然后他第二代都已经生孩子了 他很忧虑地跟我说 他说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薪资和工作机会 到这一代再也不可能有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理由为什么 但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 还有再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种族歧视 都现在 因为这帮中国人滚回去 就对移民的种种 就是从川普那个言论里 一直透露那个讯息 从我去就开始了已经 就是先到的移民 都会跟美国人一起 希望解决后来的移民 和非法的移民 从来就这样 从来就这样 所以我们对美国的议论 其实是因为这些年有网络了 然后中国人在那儿越来越多了 所以好像是个新问题 全是老问题 早就有了 但是呢 你觉得啊 有没有国运这回事 有啊 当然有啊 对 因为我呢 就是我多重疆没外 对吧 就是我 但是我最近慢慢感觉 前些年我还听着 就是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最爱国 中国强大了 明显你 眼看着你们就颓了 这个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我记得你看 我第一次去美国 我说 哎哟 我说咱们同样牌子的这个酒店 这美国这么破呀 就是中国 是吧 中国的这个同样品牌的 这个酒店是新的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到美国旅游啊 这坐着那个开着车子跑啊 我说这是一荒野国家呀 这简直就是除了纽约 几个大城市 路上都是这种破铁皮房子 那大幅的这种荒凉感 老工业国家 老公路 老机场 老火车站 咱们现在去中国全是新机场 中国是后发国家 就二次现代化以后 中国才才才才才起来 后发国家全都比老帝国要新 但是呢 还有你比如说 我知道这个川普 这个大选结果的时候 我在这个欧洲啊 哎我这次去啊我就最近一 比如说先去我全去巴黎 我就觉得巴黎 怎么跟我十年前去那巴黎 不太一样了 有点像北京火车站了 你知道吗 就是甚至就有这么一个 一看就是那个移民 主要不是西方变了 是中国变了 主要是中国变了 中国牛逼了 你现在到处机场 光比机场 你现在中国全是崭新的机场 没错 哎这次就在德 在那个柏林那个机场 我飞回来啊 我还说就说 去了这个机场 过了那个安检 就是进去之后 在那个免税店嘛 说买点东西什么的 一进去之后 就是登机口 连个免税店都没有 只有个小卖铺 我说这是柏林 然后你说我在伦敦呢 在哪儿就看 我跟你说 就说这个酒吧夜店 是吧 当地朋友带我们去玩 去了之后 我说这是怀柔的夜董会吧 你没玩 哎 他们说现在全世界 最好玩的夜店是哪 北京 说世界一流的 就是那个灯光化电 唯一的区别 就是里边那个人的区别 我觉得柏林那机场特别好 它那个老机场嘛 一下飞机就进城了 就特别方便 而且你是不是 你就觉得 20分钟 对你进去特快 也不用老开着 像咱们现在还坐着车 坐着火车又再进去 就是这个柏林那机场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是不是你等于一进去 就进过门了 就进去了 就没有人那么多的复杂 就是等于我最近两次 去这个欧美啊 我就说我这个重阳媚外的人 都现在开始慢慢感觉到 因为我在早以前 我以为这就是欧洲特色 人家多有文化 人不像咱们玩这个土豪的这一套 可是有些地方的那种破旧 包括是这个服务业 你比如过去咱觉得中国这服务业不行吗 对吧 那肯定欧美行 可是我现在发现 你比如你在北京确实是堵车 有很多的不方便 可是你可以宅在家里 这个快递啊 打个电话 在香港都没有 一打个电话就给你送了 打个电话就给你送了 就是 就是 它主要是老帝国 你要想 这个英国在中国晚清的时候 就已经有地铁了 然后辛亥革命的时候 纽约的地铁就已经有了 然后中国在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们的国际机场都造好了 高速公路全都有了 可你算算这什么时间 70年代离现在有 四五十年了已经 那当然又旧又破又老 那中国就这三十年起来 主要是这二十年起来 但是这种又旧又破又老吧 但是这种又旧又破又老 其实给人一种 有一种安全感 刚才咱们跳过去说 你比如说你说现在年轻人 咱们什么都有 好像什么都有 那为什么咱们在这儿的 年轻人安全感 其实不如那边的年轻人 有安全感 就是因为那种又旧又破又老 它有一种系统 它有一种生活方式 它有一种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 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意识 我不该敢复合它这个话题 为什么 民族主义啊 咱们喜欢听到咱们好啊 我没有说民族 我说的是国外的那个 又旧又老的延续 北京机场 荷兰机场 这个比利时机场都非常好 很人性的机场 对啊 但是我现在不太敢说这些 为什么 咱们只能是新旧的对比 要论新 中国是最新的 怎么就不敢说 那个柏兵机场好呢 我不太敢说现在 为什么 我很多话不敢说了 你可以说2号楼 3号机场嘛 2号站 3号站吧 我坐飞机我喜欢到2号 近人又方便 我甚至喜欢到 更只我喜欢到1号机场 就最早的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个机场 我最喜欢的机场 我叫所有给我订票 人说不要订3号航站 但是你这就是一种啊 你对什么觉得叫好 其实是有个价值观在这 争论不完 可是你的这个价值观呢 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温哥华 我就发现 加拿大的人 他很有意思 就是温哥华这个小孩 这个父母就说啊 这个孩子就是第二代的 出生在这的 说出生之后一回到上海 哇觉得中国才是繁荣的 好我们去跟人家说 我说欧洲小镇都不盖高楼 都是一个个的小旧房子 旧旧的 这多有味道 但是在孩子们的眼里啊 上海五光十色呀 是 他真觉得我的祖国 比我这强大多了 他确实有这种感觉啊 对对对 不是中国变化太快了 非常快 仅仅30年前 就是所有我在纽约认识的台湾朋友 香港朋友都非常想到大陆看 来了以后都说受不了 机场一片昏暗 然后洗澡也没热水 种种这些 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 就是中国满街会停满 停满小汽车 然后堵车 完全想不到的 20年前根本想不到 你看我跟你觉得 我而且我 当然我过去说 我说这东西吧 就是硬件 咱们都比他们强了 现在软件 你比如说同样是个酒吧 这酒吧讲装修 比北京的差远了 可是呢 唯一不同的就是里头的人 以及酒吧里放的音乐是西方的 我刚才说就是细节 这个精神 不是说音乐是西方的 细节 这细节 就是细节 但是呢 我现在又觉得 就是说中国这种 比如说这种服务啊 包括也慢慢的 你会感觉到 过去中国是效率低的代名词 可是我现在觉得 中国效率并太的高 而且这种高啊 让我觉得咱们有点肾的话 你知道我昨天 我平常在北京 就是叫那个外卖 那叫那个餐呐 送餐嘛 送餐你知道有那个催的吗 因为他没到嘛 我就 我就 我就点了一下这个催餐 结果那送餐 那个小哥到门口 拿来把这个 给我 这个劲儿给我道歉 说对不起啊 今天这个堵车 我就是完了 我拼命赶了 我拼命赶了 我说没事没事 你走吧 我说对不起啊 我大小 二十多岁 大小伙子 是不是有 哭了 哭了 我说我说这为什么 我又没怪你啊 他就讲成制度可能会 不是对啊 他说大哥你 你能不能把那个催的那个锅 再按一下 我取消 我怎么了 他说扣我三百块钱 他说因为你这么催我一下 二百还是三百 我的娘啊 我点个饭才几十块钱 是是是是是是我就觉得哎你说这样他服务业能搞不好 但是这个里边是不是又透着一种很有趣很可怕 很邪性把人逼到一种早期资本主义的那种快马加鞭 对对对你说这个哎徐类你你你你现在要是回到当他们当年那个年代你想去美国吗 大家现在我我从开始时候就没有没有那个想去美国的那种就国外生活的那种意愿 就看看可以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保守主义的 就是我去的国家其实不多 但是有的国家呢我喜欢的反复会去几次 对探索一个新的东西我会害怕的 那你说现在的人纷纷到美国留学让孩子留学 这个方式还是好的吗 肯定还是对孩子是好的吗 你你你你你也有有有有孩子在在在美国 我觉得是好的 怎么说我不管你觉得这什么话该说不该说 反正我觉得是好的 去国外留学 因为咱们这儿的功课吧 说实在是特别重 但是老师的教学呢是缺乏细节的 就是现在据我了解 对呀 所以呢就是缺那缺的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教学信息少 其实信息不快 然后呢老师相对的来说保守 然后因为老师保守就给学生们特别多的压力 就是你必须得 就好像表面上在完成一些东西 排名排取 对然后这个就没有真正学到那个东西 因为你真正学到东西 首先你最后你就不想再学了 其实你就会恶心了要吐了 小孩就会有反叛心理这样学习下去 而且压力太大了就小孩的健康都会那个 我觉得因为小孩要成长的话 他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快乐的环境 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 所以我想了目前在国内的这种教学 它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研究的这个课程 课题吧 真的有点太少了 就是大学里边做专行各种研究的课题 真的有点少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送孩子去美国留学 那现在还觉得留完学了就留在美国生活了 这还是个好的路吗 这都无关美国 事关中国的心态 就是一方面我们一直想唱衰美国 而且有点像 唱得有点像了 是衰了 另一方面也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数量最高的 三十多年前我去的时候 还比不上台湾比不上香港高 也没有其他国家高 就三十年后中国高居第一 而且这个趋势停不下来 就是你们去 是有道理的 那么多家长愿意送去 现在都自己花钱去的 他们到那儿就泡咖啡馆 吃吃吃吃吃 吃很好的饭菜 跟咱们那几代留学生的不一样了 他不挣钱 可是他花钱 但是你看 这个为什么 我这次在德国碰见一个小孩 他就是属于从小出生 就是父母就到了德国 从小出生在德国的 他现在想的 就是他准备 他说我准备回北京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欧洲太不好玩了 就是对孩子来说 别说中国孩子 现在西洋人道观 想到中国来谋犯 这情况越来越多变 我觉得学完了以后 回来工作挺好的 这个道观早就开始了 我昨天经过 我陪我父亲从古北水镇过来 经过密云县 密云县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 结果这个开车师傅的小孩的幼儿园 他老师是加拿大来的 就一个密云县的幼儿园老师 当然是高等幼儿园 已经是外国人在教了 北京市里的外国学校就更多 我之前见过很多 到中国来谋犯的外国人 层次也并不很低 就是中国是找饭碗的地方 中国只是没有开放移民政策 所以情况已经在早就变化了 那你比如说现在要再让你回去美国生活 你还有兴趣吗 还有兴趣 我愿意 就像他这样 那是非常人性的一个社会 很安静讲道理 但是从这次川普选举之后 你觉得还是很讲道理吗 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形态 不会有大变化 就是一个底线以上的一个情况 不会有大变化 但是国策一定会有变化 经济会有变化 比如说战争情况 什么种种政治格局 这肯定会有大变化 但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每一任政府都在许诺 说我上台怎么样怎么样 这变化都不是很大 还有更大的力量 在让美国变化 无论是他上帅也好 怎么也好 从复兴也好 我就现在就我不懂了 我就刚才讲这国运 你们这感觉会不会 从这就慢慢 这美国就收缩了 就我们过好自己日子得了 我们也别那么道德了 还管人家别人家的事 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经济 他早就说了 就是中国的经济眼瞅着 就是要最大经济体 就要越过它了嘛 超英赶美 至少在这个GDP的这说 应用不着超了 是啊 这个这是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大事啊 就是中国确实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就 是啊 是吧 其实不是美国梦怎么样 而是中国梦慢慢在实现 至少前国梦 然后就在世界上有地位 就实现了 初步实现了已经 那你说美国梦是什么呢 美国梦就是 其实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东西 就是所有一文不明的人 也没有来历的人 到了美国 会能够过上好日子 有春言的日子 这个梦今天其实还是真的 但是川普讲的就是说 你只要没有别的野心 不是川普讲的 不就是说这事不灵了吗 对 他已经让太多人实现了美国梦 贫富加大了 实现以后 这就是个上公共汽车的理论 大家都想挤上去 但挤上去的人 最好下面的人不要上来了 这从来如此 就美国只是最大的一个空间 就已经容纳了太多人 早就说要驱逐移民了 里根时代就驱逐了 就开始移民很恐慌 说这下政策下来 很多人就非法移民待不下去了 打不正宫了 得驱逐了 可是我只看到越来越多的来 一直到90年代 我打开报纸一看 头条就是金色冒险号 在长岛外面搁浅了 三百多中国非法移民 从床上跳下来 冰冷的水 移民局立刻把他们救上来 每个人一床毛毯 就散布在岸上 然后就按照他们的移民法 很人道 同时很严格 就分 只要你有亲戚打电话 就把你领走 你要没有亲戚 先关起来 关起来又可以打牌 可以五号画 可以干任何打乒乓 什么这些 然后就等移民局的处理 永远是这样 就任何非法的犯罪的行为 他们立刻进入法律程序 其实是一个 很多人出来会画画 会叠什么小东西 什么这些 当然也愿意回去 就是熬在里面不好 就是我亲眼见过那样的人 而且有人很后悔 说我在福建都已经开车 有公司了 主要是村里面都会骂你 说你妈混到这样还没出国 每家都要派一个出去 每家都要有一个出去 所以中国人很多人出去 不是因为贫困和无路可走 而是一个面子 就到去了 去了发现美国不是这样 这过程早就开始了 不是今天才开始 你怎么说去 我有一个朋友去美国去 然后看他一些老的朋友 老朋友甚至是过去的政府机构 民众的处长什么出去的 因为过去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水平 各方面的水平差了蛮多的 现在慢慢中国就是起来了 就是相互差距没这么大 所以我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他说最大的感受 其实就是最失落的是 这帮过去到美国去的那些人 因为他完全是没想到 中国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他原来比他差的那些人 或者是差不多的人 都已经做了很高的职位 或者是做了很大的老板 他们完全在美国 没有时间来到美国目 他们最失落的是这样的一种 但是回来之后已经没有他们的机会了 年纪各方面也没他机会了 所以他们的心态特别就是 就没想到这种差异性 没错 钱平了 当年的同学原地没动 对吧 我到美国奋斗20年 他们当时放弃了很多东西了 对 就是他的已有的社会地位 已有的这些背景都放弃了 所以你中国人 到那洗盘子 美国梦你是想在美国成功 对吗 这个过程台湾开始得更早 我80年代见到不少台湾来的人 哀声叹气 说我大学同班同学 现在在台湾 什么什么公司老板 年薪是多少 身份是多少 因为台湾当时还在戒严时期 大家不安全的都想出来 就能到美国的也是佼佼者 但很快他发现 他只能开个餐馆 甚至还不行 但是他的同学已经发了 台湾经济起飞后来 所以这个过程 大陆只是晚一步 晚10年到20年 而且规模更大 你看这是我最好玩的记忆 就是30年前我出国前 只要来一个华侨 或者是外面来的 全都晚上聚一块 你说这外面情况怎么样 我说现在我每年回去 主要任务就一桌做饭吃过去 所有人都说 你说大陆现在怎么样 北京怎么样 你说他们现在 就是在外边的华人 还瞧不上祖国吗 没有没有 没有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网络非常非常重要 我在国外如果被人认出来 十个有十个说 我在枪枪三人行上看到过来 对对对 这枪枪三人行自从联网 可以华侨看到 你都不知道你在外面 有多少观众 不管他什么政治立场 所有人都知道你 就知道你这个节目 就对海外很多人 我在海外比较火 但是就是你说的 刚才有一点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你看中国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一切让我感觉到 好像要比他们强了 方方面面 但是这个 你又总会感觉到 有些让你觉得 特别凄厉的一些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看见 那个松外卖小哥哭 然后那天我就看见 就是说你说这个讲道理 比如说你说这个 在美国不管怎么说 他讲道理 那你看中国很多时候 是不讲道理发展起来的 比如说最近 你这有个叫什么贾静龙的吗 就是就在我们石家庄那 一个就是这个叫北高营村 这一个村 好 这个来了这个党委书记 这个村长是吧 是个能源 确实改变面貌 改变面貌就是这城市化嘛 说你现在一到这个北高营村啊 跟我们石家庄的 大城市的一个区 没什么区别 楼房 因为他就拆迁嘛 就是你的旧房拆了 我给你盖新房 当然就在这个里边 发生的这个纠纷 然后呢 就有一个叫贾静龙的小伙子 他呢 其实也不见得 他就占脸 但是呢 他就是说 发生了纠纷 他说我守着我的旧房 我就不搬 我甚至要在这结婚 结果呢 他这旧房就给推土机 给推了 推了之后 他这未婚妻 也不跟他结婚了 然后这贾静龙 就买这个射钉枪啊 就有一天 这个党委书记 在全村发表讲话之后 走下台 他就从他脑后 一枪 他打死 就前一阵 刚刚最高法院核准 就说执行死刑 因为有些法学家就是说 什么 这个不一定要判他死刑 就是到下留人 说因为这个里边 他是被强制拆迁等等 但是最后还是给执行了死刑 我就是觉得 你看 我们这个面貌变得 比美国那荒原 可以说是高楼大厦 都多了 可是在这个背后 似乎又有一些 像我觉得特慎人的事情 不是说谁就一定对 太多了 就是我觉得 其实就是回到刚才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就华人担心的事情 就是说 我是不是在这打工 或者我是干什么 我想可能还是一个 背后的生活意识形态的 这个一个东西 就是我必须得出去成功 我在国外 我必须得成什么人 我必须得买房 我必须得买车 我必须 他就咱们带着 好多价值观 他们出去的就是特别累 可是后的这些小孩 比如说你第二代 生下来在美国生的孩子 他就没有这感觉 他就不会觉得 我一定要挣钱 买车买房 我就要享受那个 就更加享受 比如说我碰到一个妈妈 他就跟我讲 他说跟我说 这是又是音乐的事 他说我儿子现在就喜欢打DJ 怎么办 因为他是第二代 就是生在美国的 根本不想去 好好的就是学法律 或者当律师 或者当什么 就是想打DJ 这怎么办 怎么生活 而且呢 他说你能不能 你跟他谈谈 让我去谈 我就说 我就跟小孩说 我说的 首先第一 你是不是感觉到 每天晚上脚疼 因为打DJ会就晚上脚疼 脚疼 你就是身体的震动频率太高了 我说的你怕不怕 因为你特别年轻 你才二十多岁 他说我是阿姨 我是脚疼 我说你会脚疼 而且你会身体感觉累 因为这个震动频率太高了 你每天在这 如果你不觉得这个是事 因为它是 那个高震动频率 对你身体是有影响的 你如果觉得没事 他说我没事 我享受 我觉得我是脚疼 然后脚疼 那穴位 他说的那个 但是我享受 我不这样活 我觉得没法活 我说那你就去做 就是这一件事 我告诉你是个关键 就是你的身体 你只要不怕 你就去做 他就 现在这孩子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DJ 在美国 就是他就到处 在俱乐部里打DJ 这就是第二代的 中国的小孩的地民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概念 很多家庭都有 老年人就会老在谈这个 咱们是不是这么挣钱 跟国内这么比 他们这么挣钱 因为国内就给自己 特别多压力 可是现在小孩 是不这么想 第二代已经不这么想了 说实在的 中国现在小孩 也就我希望 我们的现在的这些孩子 也是能够这么长大就好了 就想做什么 做什么特别放松 那你说 比如说我们这次 在网上什么收集问题 还有人问陈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想问问丹青老师 就是说你前些年 一直说美国好 说中国的教育制度 也有问题 孩子被恶杀等等等等 他说但是你看现在 出去留学的都回来了 对吧 全世界都看着我们中国的 美国美帝国主义 你瞧现在都闹成特朗普 美帝国主义 感觉都该打内战了 对吧 你现在还怎么说呢 我投降 我现在明白了 闹了半天是这样的 我刚才所以说 他说我不敢说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我明白了 不争这些问题我不想争 那你去英国上学 现在的目前 投降 这是意味着你 无话可说了 我不想争这个问题 如果你非要争我投降 OK 你如果这样 我一贯就是 你如果你认为是这样 OK 就你认为这样 就像你应该让我 认为我的观点 我觉得是这样 我就说出来 然后你觉得不是 你也说出来 那么我问您这么一个问题 假如说现在你的孩子 就是现在到了 要决定是否出国留学的时候 你在现在的这个历史阶段 历史关头 你还一样让他去美国上学 甚至是定居在美国吗 会 我想会 他定居不定居是他的事情 是他的选择 但是我相信 我会跟30年前没有两样 就是OK 你想出去就出去 我鼓励现在的孩子 能出去就出去 但我不鼓励他们留下来 也用着鼓励他们会回来 中国现在好起来了 跟我们那会不一样 就至少物质生活 现在看这种建设 就是国际化的建设 是一个基本向 是一个基本向 而且我觉得其实 这么想法 我们把事情想得更简单一点 你生到一个河南的小孩 他肯定妈妈希望 他来北京上学 河南还是河南 河南 在河南的孩子 他想来北京上学 因为我现在 比如说在一个小县城 在陕西 陕北 特别的农村 他就想去延安上学 就是他觉得他去大地方了 那生在延安的人 想去广州上学 就是其实每一个家长 都希望那孩子 去更大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说 这么简单 我觉得不用去逼着那家长 非得把孩子送到国外 或者送哪去 就是小孩 就是离开你的身边去上学 肯定是在 比在你身边要好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独立的 就是他一个独立的 生长的一个环境 他自己去处理 他自己生长的环境 其实你可以去英国上学 如果英国太贵了 去苏格兰上学 苏格兰便宜 而我看到 从苏格兰回来的孩子 特别有教养 特别好 就是其实他主要 出去了 他就到了另外一个集体 到另外一个集体 然后另外一种 语言的感觉 刚才不是说到语言的 那种语言的感觉 他就有对自己 有一个对照 所以小孩回来的话 再回来的时候 他真的是变一个孩子 就是特有教养 我听明白了 我想是这么一个回事 就是说 咱们这个经济 不管多发达 大楼不管这个多漂亮 但是这个人的教养 好像还是得到外边 长长见识 你早就明白了 投降 投降了 好 到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